Hello,RAV4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直播的車款是Toyota的RAV4 那這台是2017年款 算是4.5代 它是2.0升 然後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那今天要安裝的車款呢 車版本是道路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 已經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邊 原廠的話 它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話 KT的話就有附新品了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後方的話 從 3代、4代、4.5代 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彈簧跟便器是分開的一個結構 後方的阻尼桶其實它的行程呢 因為是斜的啦 所以做的行程不長 所以它的這一台的整體的原廠的設計呢 它是設計的比較舒適的 那改了像是最新款的Ruffle 5代之後呢 它的底盤是TNGA的底盤 TNGA的底盤 前面是差不了多少 但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就差很多了 也比較像是VH車系 譬如說是Golf啦 或者是PASA 那像這樣懸吊系統的結構 那這個4代、4.5代的話 它的懸吊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如果這個車款呢 如果呢 車友有要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就會建議要改這一支 這一支叫後仰角 它原廠後仰角比較特別 它原廠後仰角 第一個它的角度是傾斜的 所以這裡的鐵套地方可以看到 這一個跟這個軸面是有斜度的 所以它是做一個魚眼的球頭機構 所以這一個的話 它算是後方的仰角 那如果角度要做的比較大的話 降低幅度比較多 它的後方CAMBER角度就會比較爬 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輪胎會做一個異常魔號 所以會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的由來 就是在這裡 那後方的話 豎腳投影的角度 原廠就有一顆片芯螺絲可以調整了 所以後方的豎腳是不需要動的 唯一要建議要改的就是仰角調整器的 後方的彈簧在這裡 我們是配置了210厚 公斤速的話是6公斤 車高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最高的話大概比原廠低一指幅吧 那最低的話大概是四指到四指半左右 這台車沒有辦法像一般的轎車 我要降到半指幅昌鏈這台車的設計 因為畢竟是休旅車 所以這台車最低的話大概是四指再多一點點而已 沒有辦法再低了 這台車 那後方是做6公斤 筒身的話 他是做斜的 剛剛有提到了 他是斜的一個筒身 那在筒身的下方有一個旋鈕 他就是在調整阻尼 就是調整我們一般車友說的軟硬度 是在鏡頭拍得到嗎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旋鈕 那往這個地方 我們從由下往上看的話 如果順時針 順時針調整 他就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他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其實後方的他不是倒叉 他是一個正叉的結構 只是我們把它做正叉 然後倒裝的方式 有很多的機車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正叉倒裝 所以正叉倒裝的方式呢 他的調整機構就在下方 就變得比較好調整阻尼 不用再 我們車主不用再把車撐起來 從上方調整 這樣比較不好調整 我們直接從手 繞到輪胎的後方 直接就能調整軟硬的 所以這個是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會幫車主來做這些的考量 那還有一點就是 當他正叉倒裝之後 他的防塵效果 因為灰塵不會卡在上面 水氣也不會 他會往下流 所以他的防塵效果跟壽命 也會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正叉也可以 倒裝也可以 每個即時安裝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會比較建議 後方的Raffle 這個世代的銅身 是做倒裝的方式 會比較方便車主來做調整 那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這台車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其實它還蠻輕 只有配置6公斤而已 這邊是已經裝好了 那另外一邊的話才裝到一半而已 我們先來介紹這邊好了 它的離載算部分 這個是沿用原廠離載算 它的固定點全部都跟原廠一樣 那特別的地方是這裡的話 有一個扣距 等一下另外一邊的扣距還沒扣上去 那我們來讓Raffle的車友 了解一下我們的完整度 好這些是ABS感應線 這個是煞車油管的部分 那我們來繞到另外一邊 來看看一些細節的部分 那順便呢 把這個前面的BGC 把它做一個完工的動作 你可能要過來我的另外一邊這裡 像這個 下方的話這個是ABS感應線的扣距 那這個扣距呢 我們也都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這個孔徑在這裡 像這個的話 我們把孔徑 或者是把原來的線把它扣上去 這個線把它扣上去之後 再繞回來 扣到它原廠的孔 原廠應該要固定的位置 這個你可以聽到咖一聲這樣 所以我們的密合度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所以完整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這樣線的話 就不會因為ABS線沒有裝好 去磨到輪胎的內緣 所以它的整體的完整度呢 都是為了Raffle這台車 來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那前面的話 預計啦 大概是 四指多 大概快接近五指幅的一個車高 也比原廠還要來的低啦 因為車主也沒有要降的特別低 所以它前面的車高大概是會四指多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這裡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往這個方向 逆時針旋鬆之後 它的筒身就能旋轉 那旋轉的話 如果把這個整體長度 旋轉的比較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如果這個筒身長度 變短了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那換句話說 它這個彈簧的預轉 這個上部都是沒有動到的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都是一樣的 所以有一些的入門的改裝避震器 它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如果我們把彈簧壓縮的比較 硬力比較大的話 它車高就變高了 如果放得比較爽的話 它車高就變低 但是像那樣的懸吊系統設計 改裝系統設計的話 它調高的時候壓縮比較緊 所以它就變得比較硬嘛 所以像這樣的設計的話 不論調高或者是調低 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第一個調整高跟低的 範圍會變寬 第二個它能調高或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一樣的 那用料的部分KT所使用的 像是主尼油好了 主尼油我們所使用的主尼油 是一整桶200L 從義大利進口過來的IP的主尼油 那IP的主尼油它的知名的地方 是在義大利如果有其大型重機的話 它有一個品牌叫Aproilia Aproilia它的知名的重機品牌 它的前叉用油還有後避震器的用油 一律都是使用意大利當地製造的主尼油 但是這個油品呢 它沒有授權來台灣再做混裝 因為我們沒有採購台灣的油品 或者是大的品牌授權來台灣混裝的油品 那這樣的油品在它的穩定度上來說的話 還是沒有母廠來的穩定 所以我們一律都還是使用一整桶 進口義大利IP的油品 那像是油封的部分的話 RA4應該也有不少車友是安裝日本的TIM 像是知名品牌的日本的TIM的話 它的油封使用的也是日本NOK的油封 它的油封是還滿貴的 一條大概是台灣的七倍價錢 但是它的壽命還有耐久耐用度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這些的用料都用的不錯 所以它的我們的壽命也會相對的 比一般業內的話還要來的好一點點 那最主要的是KT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當避震器用久了 主人有可能就算用IP那麼好的主人有 它還是有可能會裂貨啊 那裂貨之後裡面的油品 也可以做整理的工作可以翻修 裡面的油封 油封有漏油了 或者是這個防塵套呢 有破損了 饅頭有損壞了 上座有軸承有壞掉了 這個全部都是可以維修的 不用因為一個小零件 就需要換總承件 這個就是工廠才具備的優勢 那剛剛有介紹的是後面的阻尼調整 前面的阻尼調整車子比較高 鏡頭的話看看能不能帶到可以啊 不然你把手拉高 然後我站到上面這裡 來 RAV4的話它的阻尼調整 在這個地方 看得到齁 來我們把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OK這樣就可以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有一點Lag 好OK 所以順時針的話變硬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調整 那這個上座就是KT所附的全新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這一款是2.0升的 那之前上一次開直播 忘記是在這裡開還是另外地方開 那一台的話 紅色那一台好像是四輪驅動的嘛 那這一台是二區的版本 那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都是一樣的啦 還有包含 4.5代還有出一個Hybrid的油電款 它的底盤呢全部都是一樣的 四代4.5代都是公用的 那KT的話 我們都有試乘車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 那很歡迎到 我們文章內容裡面有打到 有一個KT的官方LINE 可以用LINE的話跟我們的小幫手聯絡 或者是到Facebook裡面 打上KT Racing 也都搜尋到KT的粉絲團 那到時候視訊我們小編也都可以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那有任何產品上的問題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掰掰